中国历史上,权臣费力皇帝的事情并不多见,而霍光却敢于费力汉宣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,他被人们称为忠臣,也被人们怀疑是篡权的奸臣。究竟霍光是忠臣还是奸臣,让我们走进历史。 看看这位朝廷重臣的真实面目,正闻汉武帝去世之前,他亲自选定了四位陀库大臣,霍光,今日低,上官节,桑红阳,霍光被任命为首府,并得到了一副周公府城王朝诸侯吐,表明了希望他能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幽的汉朝帝。 太子刘弗林上台后,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,根据汉武帝的遗诏,霍光封为伯禄侯,今日低封为安阳侯,然而王忽却表示他在汉武帝去世时始终在场,从未听说过有遗诏要丰声任命这三位大臣,这一举动明显暗示了霍光的权谋私欲。 霍光与其他三位大臣商议国家大事,并由他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汉朝帝行使皇权,王忽的指控无疑是在诋毁霍光,霍光对此表示不满,王莽被迫堵死了他的儿子王忽,而这一事件究竟是王忽诬陷霍光,还是霍光的权谋私欲,答案并不明确。 马通是维西汉武将,曾参与讨伐太子刘居的行动,因公被封为虫和猴,然而汉武帝后来发现太子刘居是被冤杀的,所以诛杀了当初参与讨伐太子的马通,担心他会收到牵连的马通与其兄长马和罗密谋刺杀汉武帝,但计划败露,马通被霍光和上官杰俘虏并诛杀。 霍光,霍光,金日迪,上官杰和桑红杨一致密谋刺杀汉武帝,而在他们行动时,紧张的金日迪不慎碰到了宝色,并掉落了手中的利人。 金日迪抓住了马和罗,挫败了这起刺杀事件。 只用双拳的霍光和上官杰则发现了马通等人的阴谋,将其俘虏并处以死刑。 后来金日迪去世,霍光成为唯一的权臣。 他主持国政,决策大事,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,尤其是上官杰和桑红杨。 上官杰企图让自己孙女成为汉朝帝的皇后,但遭到了霍光的反对。 上官杰于是找到汉武帝的大女儿盖长公主,并成功让她成为皇后。 而随后,上官杰趁霍光休假时,入宫处立正幕并多次与霍光争权。 上官杰联合桑红杨,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上奏汉朝帝,指责霍光心怀不轨, 试图让汉朝帝下令废除霍光。 然而,年仅十四岁的汉朝帝聪明地看穿了上官杰的企图,不予理会,并对霍光表示信任。 这时的上官杰感到惊苦,为了消除隐患,他准备发动兵变,废除汉朝帝并离燕王刘旦为帝。 然而,计划泄霍,霍光得知后将上官杰父子桑红杨杀害,并迫使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自杀。 从此以后,霍光成为唯一的辅政大臣,开始独揽大权。 汉宣帝即位后,他对霍光既尊敬又既得,每次与霍光同坐一辆车,汉宣帝都感到背上刺痛。 然而,当他与车企将军张安氏同坐一辆车时,他感到更加自在和安全。 汉宣帝对霍光的忌惮,远于霍光费离汉朝帝的勇气和能力,毫无疑问, 霍光是一个有能力的权臣,他敢于费力昏庸的皇帝,使汉宣帝感到害怕。 然而,与东汉的外妻权臣不同,霍光表现出对汉宣帝的千军,他虚心请教,严肃认真,并没有过激的行为。 在外界观察之下,霍光似乎只是想保住自己家族的如花负贵,并未有篡权之心,因此他可以被认定为忠臣。 然而,霍光的黑点在于他的妻子霍显,剑害病逝汉宣帝的皇后许平均离世。 霍光得知死事后掩盖了真相,并纵容了妻子的罪行,汉宣帝心知不明,却并未惩罚,反而极力掩饰。 甚至让霍光的女儿成为新皇后,他等霍光去世后,慢慢地解除了或是家族的权利,并采取稳妥的方式处理了这一事件。 宗圣所述,虽然霍光是一个有能力的权臣,他费力皇帝的行为在理论上是不合规范的。 然而,他的目的在于拯救国家,而非谋取个人利益。 他虽然掌握了大权,但并未滥用权力压制一击,也没有侵犯皇权,他对汉宣帝表现出忠诚,且没有篡位之意。